10天前台中东市镇恐怖情人枪杀女友的案件 警方在远邻东市乡 趁着协助藏力的共犯外出体理陷阱的时候 跟肩埋伏到祖贤的藏力处 把这高姓祖贤跟两名的共犯逮捕到案 那么尽管这名恐怖情人为了感情跟金钱杀人落网呢 不过当时中枪的越南籍女友 现在还没有脱离陷阱 我们要开枪杀女友 高姓祖贤和两名共犯 头戴安全帽被原警带下车 不发异语直接送进分局 竹贤开枪杀人后 从台中逃到云林 两名共犯负责接济三餐并且提供住所 不过警方早就锁定三人行踪 趁共犯外出提领5000块钱现金之际 远警埋伏跟肩一举抓到三人 嫌患都不敢出门 躲藏在这个朋友的家中 在房间里面大概五六天都不敢出门 那尤其 都有其他朋友外出购买这个食物 嫌患是相当的错二 他一时也没办法怀念 那就当场接受我们的逮捕 落网的高姓祖贤就是在十天前 在台中东市为了感情纠纷 在网路上花两万元购买枪支 并且开枪射杀越南籍女友造成重伤 还从女友家中投植汽油弹 家属当时更是烧伤送疑 这个嫌患 他的生意上周转不灵 造成金钱上很大的损失 大概有四十几万 那嫌患这个心声不满 主嫌不满女友没有还钱 愤而开枪要解决感情和金钱的纠纷 一时冲动杀了人 尽管这名恐怖情人落网也坦诚罪行 不过重伤了女友至今人为脱离险境 最后请我连家庆张军到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